tomato 由台灣的開發團隊Fate Dragon Studio 製作的一款以龍為主的3D動作遊戲 Dragon Sling 難度有兩種 困難跟絕望 我個人玩玩後覺得困難的難度比黑暗靈魂再簡單一些 但也沒那麼容易玩 因為這類型遊戲就是熟能生潮類型 不管是對技能的掌握度 還是對於龍攻擊型態的熟悉度 跟所有的動作遊戲一樣 當你學會操作技能並且探穿敵人的模式之後 就是要開始訓練個人的專注力了 如果你跟我一樣非常喜歡龍、動作這類元素的話 那麼你應該也會喜歡玩這款 可惜的是它只有短短的幾個章節可以玩 我出完一個小時半就懸破 據了解團隊製作時是學生時期 現在因為畢業分飛去工作了 所以比較難再更新遊戲內容 但這也代表他們的實力堅強 很希望他們未來會再做後續的更新 適合喜歡龍、動作類型、喜歡風格 短章節即可破完的人有玩喔 可以玩遊戲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